來自高雄的上河歌仔戲團成團 邁入第二十年 依然不拘力傳統 不斷創新 他們最近改編《鐘樓怪人》 結合音樂劇跟歌仔戲 推出作品叫做《絆人》 運用輕鬆的戲劇手法 他們要傳達說 人人都有缺陷 只要能夠完整接受自己 面對別人就是圓滿的人生哲學 十次 十次 只要五次 我也有十次 但是十次 後面還有兩百五十條的比喬戒 如果這樣像八次 怎麼像八次而已 大部分 問這句話都是八次 上河歌仔戲劇團的伴人 描述在南部的漁村裡 廟裡有個其貌不揚的醜陋和尚 而廟隔壁的教堂 有個飯界的神父 而這個漁村即將被拆遷 全村只好以期演出 鐘樓半人的歌仔戲 來挽救千村的困境 團長梁岳林在劇本上 採用了音樂劇的大結構 不過劇中劇確實歌仔戲 演員在台上同時要演出 兩種不同的劇種 開創新的表演形式 傳統他當然已經很具足 他所有的 該有的基本條件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把框架拿掉 你可以學到更多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對一個歌仔戲演員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他學會開始面對角色本身 而不用表真話的東西 去表達自己 歌仔戲跟音樂劇演員同台演出 導演曾慧晨說 各代戲演員演西方音樂劇 在唱腔身段甚至走位都要反復修正提醒 但他也強調表演藝術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是怎樣可以在台上說一個好故事 它其實都只是元素上的使用 元素當然會給觀眾不一樣的氛圍跟感受 可是它最重要要回到的還是 我們怎麼使用這個元素去說一個故事 然後讓大家覺得不突兀 上和劇團展現強烈企圖心 由國家文藝獎得主王孟超打造舞台 車客簽設計燈光 金曲獎得主李哲義作曲指揮 融合中西樂器 營造出不一樣的聽覺感受 不同的一個樂器組合 它其實就能夠從音樂的調性上 去給它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的一種組合 所以其實現場演奏 它有它的技術 但是它也會增加它的一個精彩度 跟現場的靈活表現的一個運用 上和劇團運用不同的表演形式展現新的創意 吸引更多觀眾進入劇場 好 好 我沒想到 我回拘捕了